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Y姐姐又來了 又是跟大家談談一些國際事務 國際事務方面 其實現在印太非常嚴峻 都比較少人看到印太 但是 我們看到斯里蘭卡由珍珠變淚珠 這一點令我們感到悲哀 我們看到斯里蘭卡最主要的問題 就是它已經頗殘 西方媒體經常說 斯里蘭卡的失敗 歸咎於陷入中國一帶一路的債務陷阱 實際上 斯里蘭卡是否因為一帶一路呢 這絕對不是 最重要是因為老美 老美的時候 其實最大的單一債主是誰呢 就是 亞洲開發銀行 佔斯里蘭卡的外債大約13% 其次就是 中國和日本各佔10% 世界銀行排名第四 大約佔9% 這一個就是 很多時候 將問題歸過於中國 但是我們知道中國 其實的息口是非常之低的 還有可以幫側幫的 唉 大家知道 亞洲 這個開發銀行 究竟是哪個國家為主的 對不對 那我們看到 整體來說 其實斯里蘭卡的問題 天洞什麼地方呢 今天呢 Y姐姐就會跟大家談談 相關的問題 Y姐姐你好 你好 大衛Sir 是呀 阻礙一點時間 因為上一次的首播 我很多事 我看大家寫什麼 比如 有人就說 你找了一件這樣的東西 是嗎 是嗎 我沒有看 這樣的東西 我會看別人寫什麼 我關注一下 是不是 我突然間 希望改我的名字 叫這樣的東西 乖姐姐 自己拆自己 好 自己一杯 做人 大家開心 我無所謂 叫這樣的東西 乖姐姐 那我不會這麼說 那我一定不會這麼說 我覺得每位嘉賓 其實都有他自己的 很沒所謂 但是我覺得每位嘉賓 人世間有黑色幽默 自己治癒 是一個很開心的事 沒錯 這個技巧要學 沒錯 完成 是 下一首 那 斯里蘭卡 你看看 斯里蘭卡 就破產了 現在市場其實是開始在鼓 下一個受災 這些可能是一個 什麼 domino impact 什麼 骨牌效應 那你一個倒下 就好像當年 1997年之後的 亞洲金融環境 現在開始發生著 我們身處亞洲 也都要知道 有沒有第二個亞洲國家 是會波及了 對不對 沒錯 以防萬一 因為我們自己的物業 資產 不要說沒有影響 隨時 手拿著那些美元 哇 升了 不知道為什麼 咦 拿著那些日元 早前呢 很多銀行 大家去買日元 連絡那些坊間朋友 喂 有沒有興趣買那些日元 那當然 聽完就算了 那種 但是又會突然間 會不會說 我去拿那些日元 月跌就是神奇了 這些東西是貼身的 不要覺得是 不關自己的事 好了 回來了 你看到斯里蘭卡 我也是新聞片段 大家認識這麼多 就是這麼多 你看到斯里蘭卡 整體的規劃 是比印度的北部 是很完整 漂亮很多的 港口 道假區 就算那條馬路 都沒有印度那麼沙塵滾滾的 我又說回一些 當年我去印度那種感覺 尤其是這個月份 4月是印度開始進入 夏天的時候 4月頭 印度都還沒有熱的 到4月的中旬 隨時將你去到整個印度北部 可以變成氣溫50度 如果當你在氣溫50度的時候 你的感覺就如同 在一個焗爐裡 人在一個焗爐裡走來走去的 這個 印度經常都說 它的生產力是弱過中國 是因為天氣實在太熱了 那些人是不可以 在日中太陽最猛烈 例如12點之後 至多下到4、5點工作的 如果你去工作 工廠很耗電的 因為你要那些人不出汗 你開行風扇 你不要以為印度多冷氣 不可能的 一路鄉村都沒有那麼多冷氣 給你用的 唯有所有人都在12點到4、5點就躲起來了 5點打後 吃完飯出來就做工的了 這樣才叫做生產力可以勉強 可以完成那些單的 不過如果有人做過印度生意的 你都知道整天印度 要麼那些單就做到烏里馬叉 要麼就做少了幾件給你 每天就打電話去跟印度人說 為何這些板和那些真實流貨不同的 這個就是印度人做事的特色 所以仍然他想做世界工廠 暫時都沒有可能 還有地理環境告訴我們大家 假設印度包圍著的是什麼 後面是喜馬拉雅山 印度北部是喜馬拉雅山 印度的南部是對著印度的 那現在呢 你要出貨的 你就除了火車 飛機 當然要出船 船是最便宜的價錢 那你現在你想說 將貨運到斯里蘭卡 當年中國幫斯里蘭卡 做很多靚碼頭的 後來沒有了 幾年前 是不是 又說你騙他錢 什麼什麼 所以 突然間斯里蘭卡的港口都差了 所以 印度出貨 一定是延遲 就不會準時的 那如果你落單一路延遲 喂 美國人不是跟你說玩的 歐洲人不是跟你說玩的 它是合約精神的 你遲了 我不附足款項 印度 禮物一層 壓榨一層 最後那些工人 是收不到錢的 工資會很少的 莫薩德 最後又是官逼民反 玩 所以印度可能是下一個重災區 我不計 我覺得 有機會是 因為如果發達國家 我們看到美國也很大問題 他們探訪中東 然後 歐洲的能源危機 也出現了極大的問題 但是印度 因為它是一個邦聯制的國家 而且 貧窮人口真的非常之多 現在看到 剛剛看到一些資料 的時候 全世界有3.45億的人 在飢餓邊緣掙摘 目前 斯里蘭卡的破產 其實是因為缺油 缺糧 居民也很絕望 所以我們看到整個總統府被霸佔 包括跳到總統府的泳池游泳 相信大家看過相關的圖片 總理和總統 宣布辭職 下台 整個政府會怎樣的方向走呢 其實是走向一個無政府主義的一個國家 所以 應該都相當之危險 印度 我們知道之前 其實有農民的暴動 以及軍隊招人 那時候 也是受到年輕人的病 為什麼現在任期這麼短 現在 去做軍人 其實比做任何工作好 因為大家知道 在印度找工作 你的貧窮人口 我想是 十個貧窮人口 都抵不上一個富人 還有 階級制度 我們知道 是非常之嚴峻的 更加嚴峻的就是 我們看到 無論中國 美國 俄羅斯 中 美 俄 其實三國 都對印度 基本上是有所求 我們中國都不例外 我們中國都是需要的 因為 你附近的國家 我們知道 中印邊境衝突 我們有兩位烈士 犧牲了 這個情況 其實 令到我們人民 非常之不開心 但是 我們要了解 它始終是我們的鄰居 對於鄰居 我們當然是 好好地對待 我們不想好好地對待 都不行 因為會影響到 我們人民生命的安全 所以這次的斯里蘭卡 整個經濟危機 我們看到 印度 有機會是下一個 雖然它在原油道 透過俄羅斯 賺很多錢 因為轉手貿易 大家都知道 由俄羅斯買些油 然後再賣給歐洲 變成印度油 就變成俄羅斯油 但是 你對於一個高通脹 而且我們剛剛在節目開始的時候 我們看到 美元指數已經升得很誇張 這個美元指數 相信大家今天有看新聞的時候 就知道 它已經升到108.47 是歷史新高 即是它正在收割其他國家 有朋友跟我說 但是最重要的是 它除了收割其他國家之外 它的CPI一定很大 在目前的情況來說 因為 對嗎 對嗎 有什麼看法 對 因為今天白宮 那個發言人 就已經預先放了資料出來說 喂 接下來我們6月的CPI 可能很高的 嗯 其實 就是說 老美的危機是越來越高的 因為 拜登 是控制不了經濟 對嗎 對 你現在一個經濟 你美金上 有什麼用 你去買收割別人的東西 有什麼用 其實有少少利益了中國 因為我們 手頭上有三萬幾億美元外匯 是不是 我們不如 我們拿我們的外匯 美元外匯去找找找 像你昨天說 空中巴士一樣 用這些東西來找找找 中國有些作數的 還有人民幣又好像 今天是不是好像有點升了 因為避險了 現在的人認識了 又要 哇 世界又混亂了 當然是拿著人民幣 你大哥 你這個世界 那條供應鏈還在中國手上 當然 將來這邊印度又不供應到 歐洲又死半條人命 美國又好像708了 那你當然要求美 你求中國要供應 所以人民幣都頗強 人民幣不是 人民幣我看回是0.86 但是它沒有跌得那麼深 它也是一個調整 因為其實我覺得 中國在做一件 在做一件事 就是說 現在盡量 不會要人民幣貶值得太厲害 這樣的時候 保持一個競爭力 然後出去和其他國家做生意 如果我們人民幣太高 其實會出現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沒錯 我們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消費國 但是如果你升值的話 那我的出口就會遇到問題 但是當然人民幣的升值貶值 不是那麼簡單的問題 但是控制在一個波幅裡面 大家會看到 那麼這個波幅呢 其實對於 每一個中國人來說都很重要 對美國更加重要 如果人民幣升值 老美會比較慘 就是我們會權衡輕重 因為 大家知道的 是不是 老美說要 不要中國關稅 這些可以當美國買賣 中國買中國 就降實美國 放你一張 我們可以扁值 讓你 美國回來買 Once 很開心 如果美國想中國去買 America 那就扁值 大家都用ichte 走走走 做事 這個是絕對 在不同的世界中 其實我們觀察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老美的勢頭 大家不要覺得老美已經成功了 其實最重要的是老美今次左右為難 我們說回印度 他通脹導管得很慘 沒錯 他玩人大原來的通脹導管 吃了幾年都搞不定 是啊 這個才是大劑 所以錢左手利右手去了 還以為可能不夠錢 資不負債 資不抵債 沒錯 所以他們的狀況是有好 他的危機是大過 其實如果你說中國 中國 越南和印度 其實現在就說是世界工廠之爭 但是其實中國在世界工廠的 那個佔有率開始下降 是給了越南和印度去搶 不是叫搶 是因為我們要升我們的grade 那些創造業 那些做了一些 innovation的東西 就不是做manufacturing的東西 所以manufacturing 就是assembly line那些 就放了去給你越南 給你印度做 反正你的人口都是挺密集的 勞工人口密集的 那越南呢 唯一漂亮的 我們有留意到 有一個香港的大集團 那個黃黃地瓜的集團 開始說 英國就抽走資產了 回到香港當然沒有你的份 你當年在北京 教人炒貴地產 被人趕了出來的 簡直是你想拿那些錢出來 都不知道多難 才拿回自己賺回來的錢 從中國抽出來 這些就不要說了 那他就覺得去英國了 你反正英國上去 那幾年前買到含含聲 現在就知道英國死了 就抽走資產 就想放進去越南 我們又要留意一下地形 為什麼他喜歡看越南呢 他在海岸線上 你找個地方去建碼頭 是很容易的 是吧 貨櫃碼頭 是不是 是 誰最拿走做貨櫃碼頭做貨運 然後就炒了你的地產 這個集團最流行做這件事 所以呢 越南就將來苦難了 現在的風光是將來苦難的 好了 到印度 印度剛剛講完了 那個環境 那個運輸不行 那個人的 做事的技巧不行 那個技巧不行的 是吧 你看到那個蘋果電話 告訴你印度做 那OK啦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 印度 蘋果電話 突然間說 銷路好 或者大聲音 猛咳架 整天我都收了一些 什麼什麼 本港版的通訊箱 這個13 又怎樣減價 又什麼 送什麼package 你就知道 那個電話不行了 是不是 所以 如果你說 一玩 小的工廠 和中部部署就好 它內循環 雙循環 所以 以前的部署內循環 就算外貿不行 出口貨物不行 內循環可以燒到 但是你要看看 越南 人口不高 你內循環不到 嗯 接訂單 加工 拿出去 它還是這樣的 它沒有其他事情做到 就不像中國 又可以接訂單 和你加工 或者 我自己去創新 我們兩樣都做到 其實我們的優勢很厲害 所以 沒有人知道 沒錯 現在越南 每個月的數據都好 你看看 35年之後 看看地產如何 你給黃瓜集團進去 你看看你的樓炒得如何 是不是 這個很難說 它最厲害了 嘩 你們的貨運好了 嘩 你們現在的數據高了 吸引投資 沒有可能是被他們拆 嗯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希望就是 所以我現在 嘩 嘩 有一點點 對不起 我 我要回一回氣 對不起 不要緊 不要緊 那呢 印度呢 就是 現在呢 我 是 比較 憂慮一點 一 就是 看到 他就是因為 借外債太多 還有 老美就是 進來教你怎麼做 做些什麼 種有機的食物 本來都是一大糧倉 來的 是不是 茶葉漂亮 那些種植的天氣移隱 誰不知道 你 嘩 老美教你 現在最值得賣的東西 就是 最可以賣得錢的就是 有機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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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十棵菜 最後啊 搞搞搞搞 都是三棵菜拿去賣 那你根本是沒有可能 支撐到 出別 你出口的需要 還有現在 你的貨運 死了 出海又不行 海路又不行 空運又不行 全部的運費都貴了 那你根本 斯里蘭卡 就是死在這個手上 被老美亂指 那斯里蘭卡的死法 又引起我 從去年8月 到現在 有三個國家 都好像 都死得很慘 嗯 8月你看到 阿富汗 是誰插過手 那斯里蘭卡 又被誰插過手 那斯里蘭卡 那斯里蘭卡 不用被他抓過那些 那都沒有可能的 是嗎 大衛先生 沒錯 沒錯 這個我同意的 其實的時候 我們看到整個國際局勢 對於印太方面 是非常之嚴峻的 那我們去看到 對於印度來說 他現在 是不是會 貧臨一個經濟崩潰呢 我自己看到 印度是一個 最大的 糧食出口國之一 以及棉花出口國 那也都 之前我們有看過 印度的時候 其實糧食出口 已經是 停止了 那 小麥之後 連麵粉 也都是 這個 受控的 那看回相關的資料 就是說 現在 我們看到 全球糧食供應危機 的情況之下 其實 對於印度來說 他擔心麵粉出口過快 會導致國內的供應緊張 進而觸發通貨膨脹 那 其實 由印度 今年5月份 就是禁止小麥出口之後 現在的麵粉 月出口量 同比增幅 高達近10倍 大家也知道 就是 麵粉 是小麥的製成品 哇 大佬 出口量 其實的時候 我們自己去觀察到 當然 印度 不單止是全球 第二大的小麥出產國 亦都是第二大的消費國 因為 印度人 其實吃素的人 真的不少 那現在 你為什麼 麵粉出口 會增加這麼多呢 其實大家說 哦 你小麥不買給我 不要緊 你買麵粉給我就可以了 那我就 用買麵粉的方式 雖然 印度的麵粉 自己內部夠不夠用呢 我就 覺得自己也不夠用 值得懷疑 也是值得懷疑 為什麽呢 為什麽呢 因為 在印度吃東西 主食 他們 有一隻 餅 餅 餅 很厲害 很厲害 所以 印度人 如果一些 比較厚一點的 印度人 他們的吃法就是 吃完 蘭 或者 然後 就吃 印度香飯 所以 它 不只是吃 印度餅 或者麵粉 不是也很重要的 所以 如果它 抽出麵粉 出去 最基層的人 就是 吃 薄餅 包 不得死 你說 怎麽搞 這個大問題 真是觸發 很多的民怨 嗯 其實 又有東西玩的 如果 老美 想控制你印度 又搞 顏色革命 有民怨 嗯 又出民怨 又出暴亂 又出暴亂 嗯 索到顏色味 嗯 但是我覺得 老美 就很難搞的 因為印度自己的時候 就會 其實都已經是 裡面都很亂了 但是的時候 邦聯制度 每一個邦裡面 其實都有自己的老闆 在這裡 即是未必聽莫迪說 那其實的時候 在今年3月和4月份的時候 印度呢 就遇到刊情 小物收成呢 下跌接近5% 那麼 其實現在 印度國內的供應 足不足夠呢 大家自己看一看 那麼 我們也看回俄羅斯 和烏克蘭 一起在市場上 所佔的小物 全球小物的供應量 是接近四分之一的 那麼 對於今次的整個危機來說 那時候 印度的經濟 是會出現問題的 因為 印度一向都是一個 比較窮的國家 但是呢 我又覺得 印度的問題 只會 不斷的小問題 會出現 太大的問題 應該就不會 一個國家 貧窮慣了 而且的時候 在國內的資源 應該都是缺乏的 你少打少鬧 或者是可以 但是呢 如果你說真的 好像斯里蘭卡 要霸佔總統府 這個情況 我想就 比較問 有哪個國家 敢做呢 我們現在真的在觀察 印度會不會亂 其實說真的 現在這個形勢 有哪個國家 不亂的 除了我們中國 和東盟國家之外 大部分國家都很投行 現在這個環境 有大家一個照顧 當然是怎樣 越南 先撇開不說 因為越南的問題 其實是相對複雜的 我們都看到 李嘉誠 在印度也有投資電訊 即是當年 現在沒有再投資 不知道 但是的時候 對於印度來說 其實 他擺明 是做一件事 就是做一個二五制 左右逢遠 可以說 我又跟你好些 又又跟誰好些 但是的時候 美國現在要拉攏印度 這個是事實上是必然的 會不會在印度搞這麼多事情 我覺得 我和Y姐姐的看法 有一點點不同 美國現在 我沒有所謂的 我知道 我去討論 對 有意大家的思維 沒錯 為什麼我覺得有些不同 就是因為我自己覺得 美國現在自顧不閒 如果他真的蠢到 去 在印度搞顏色革命 他是自己拿來碎 因為上來的政府 可能更加臨烈亂 對他來說 是完全沒有好處的 對 沒有了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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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自絕 自己趕著自己 沒錯 可以成立 還有 那些油 可能可以轉手 賣給美國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你不用了 老美是第一 第一能源大國 不用了 但是現在 歐洲 因為他搭著歐洲的水 更快 印度人 拿去歐洲 印度拿去歐洲 運送到美國 你看看 美國那邊 有沒有提高的生產量 沒有 你要看一件事 就是有沒有提高 那些油 早幾年說 你在俄羅斯玩得多漂亮 前年 就是把油價 放到你很低 那你那些 就令到你那些 美國那些 燃料生產商 停產 那現在突然炒起來 趕不及了 你以為 好像去煲一煲水嗎 開水後 對水 灑著火去煲 不是 你石油 是要掘呀掘呀掘呀掘 地越掘越深 才出油 所以呢 俄羅斯才玩得精彩呀 哇 這招 還有 你講開 烏克蘭俄羅斯 哦 那 今早早就 新聞 我都是 即時聽完新聞 我馬上有感想 那 那個 烏雀雀 二世先生 就在那裡說 哦 我們現在 召集回 一百萬的軍隊 去和俄羅斯砌國 好 因為現在 相信呢 它大的原因 就是說 美國的 北約的 那些 軍火供應 到了 那當然跟你砌過啦 對不對 但是 不過 我覺得呢 昨天 阿爾西先生 說 我現在要 反攻 俄羅斯 所以呢 我發覺它的講稿 好像拿了 應該拿了 俄羅斯 壽依古張歸講的 嗯 不錯 實在是 其實俄羅斯說 我再來攻擊你 是不是 你夠鬼打嗎 人家 打到熟了手 六個月 你俄羅斯 已經打了 二月 打到就來 七月 即是五個月的時間 那隊兵呢 就是 你初初 你操練就是 散修修 粗糟一下就fit的了 但是你 你烏克蘭 你要想一下 你幾多千萬人口 你有二千萬男性 在14至64歲的range 那它都已經下令 那些男性不准走 嗯 但是如果說 那些軍隊 返了那些最新型武器 我就很想 我沒有一個渠道去找到 現在地下軍火箱的那些行程 其實呢 喂 我就雖然說 我就衛國 去守衛國家 但是我 你又不要那麼記得 那些14至64歲的 家人 是出了外的 在做難民的 要等錢花的 是 所以他寧願賣 他的軍火 就是黑市賣了 有些錢 我都可以支持一下家 是不是 你 你知不知道老美 現在扔了多少錢 給烏烏烏烏烏 8億 我覺得是一樣東西的 我們看看油價 其實 現在都是 跌了的 看回11號的油價 現在大概 1804左右 103 可能都是 超過100美元 油價 你可以說 現在這個是居高不下的 有關美國 就不斷釋出 他的戰略石油 這個是一定的 是不是 有沒有增加 那個生產量呢 他就想著 去找中東 所以拜登也寫了一篇文章 在《華爾街日報》 就說 喂 我現在要去中東 跟大家談一談 這個 資源的問題 哈哈 資源的問題 那這個資源的問題 到底會談成怎樣呢 那會不會 只是可以談得到 令到中東幫他呢 我想中東也很難 小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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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難 中東可能會跟老美說一句 有機會這樣做 你要買石油 可以 沒問題 阿拉伯人說 OKOKOK 然後 你走了 不是 你前腳踏出去 不是 我覺得這樣 你也買 你也買 沒問題 人民幣交易 OK的 哈哈哈哈 OK 用人民幣交易 跟美國老港 會不會呢 這個就 我覺得 如果 他用歐羅 歐羅都可以 歐羅都可以 看看怎樣 要跟中國的交易 如果真的 中東各大國家 夠膽跟老美這樣說 我想都幾有趣 我現在美元 我就不要管了 但是歐元跌得厲害 我覺得 你看看歐元跌了多少 你用歐元交易 對中東來說沒有什麼好處 但是你用人民幣交易 你是對整個中東國家 收入是有保障的 還有我又有多些儲備 對不對 我覺得會這樣看 你看一下 就算俄羅斯 看他用什麼 你看看俄羅斯 跟印度交易 都是用人民幣交易 勞布勞比都不用想了 你說跟老美 如果這樣說的話 其實挺有趣的 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 信心投票 信心投票 是不是 信心投票 終於退休, 嘩, 正到無論 是呀, 但你會不會去 你會不會去歐洲購物? 你去歐洲購物, 真是好 是呀, 尤其是德國, 法國都沒有這麼好玩 德國其實是一個最好購物的地方, 退稅快 我去倫敦, 我就最討厭, 要在希斯路機場 Terminal 2, 排隊去退稅 你英國人做事做得慢, 歐洲你去德國 尤其是以前, 早幾年前在莫尼克州出 他馬上給你現金歐羅, 不知幾好 真是, 德國是爽手一點的 法國我都嫌他慢 嗯, 真是厲害, 我就沒有去過 對於我要澄清, 那個負面那個 對我有少許野歪姐姐的起因 另外回答他那個說, 我喜歡去日本購物 這句我粗糙了一點 去日本, 去德國啦 對呀, 有些熟悉的朋友都知道 我出門是向左飛的, 不會向右飛的 向左飛 我當然不去韓日台, 我不去韓日台 神經病 去歐洲 對不起, 這個威姐姐真是很難搞的 這個是的 還有, 整個印度的電力需求 是激增了很多 其實跟歐洲一模一樣 你看到現在全球都很緊張 尤其是你看到今年夏季四這麼熱 所以我們可以觀察到 他是用多少呢 譬如我們剛剛看回最新的資料 印度六月份入口的鹽煤和焦煤 是超過2500萬噸 比去年同期 是激增了30% 你先不要說這些鹽煤和焦煤的數量 也增加了 價錢也增加了 成本也增加了 對於印度來說, 真是百上加根 我們可以看到 印度呢 其實接下來應該會不斷有些亂事 因為歐洲姐姐說 她最想做一些預測一下 看看下一個哪個國家呢 算是斯里蘭卡之後 那我就說當然好 你要知道斯里蘭卡 之後哪個國家糟糕 印太裡面 我覺得印度是很大機會 因為印度的問題實在太多了 你原生很貧窮很貧窮的國家 沒有問題的 但是對於印度來說 它也是貧窮 但是的時候 它國家內部真的很混亂 沒有辦法團結 而且你看到 很多時候 裡面是打生打死 你都不知道為甚麼 但是的時候 你會看到 電力一個問題 就是燃油一個問題 現在俄羅斯解除它的燃油問題 但是糧食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進出口 還有一件事 就是有關總性制度 以及它的民族性 其實印度的內部 我為什麼說不會大亂 會有小亂呢 因為他們的總性制度 令到他們覺得亂來也沒什麼用 最重要就是 去觀察到 有關的那個 不要緊 你剛才先斷了一點線 我知道 這樣的時候 就譬如好像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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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譬如好像印度一樣 有一個總性制度的問題 令到他們不會亂來的 因為他們覺得 我這一輩都還了 我下一輩就沒事了 明白嗎 這是印度一個很特別的特色的地方 如果印度 在他總性制度 繼續對民族有影響的時候 其實他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這個是我個人的小小看法 Y姐姐 你怎麼看呢 所以他們都要面對下一輩 是面對下一輩 我們就開個地圖看看 印度是信輪會的東西 我們打開 我就有空打開地圖看看 包住印度周圍的 隔壁 隔壁 西手 巴基斯坦 隔壁 隔壁 又是阿富汗 伊朗 對印度不是很客氣 但是印度 在這麽多年來看著自己的版圖 就覺得自己在南亞來說是一個大國 他就會欺負著尼泊爾 北丹 孟加拉 斯里蘭卡 那些 經常吃著他的氣 很慘的 所以 你現在 你左右隔壁 鄰居又不是太好 不是善男 順女 所以印度 為什麽要走到這麽遠 跟澳洲打交道 澳洲打救得你 都被人 所以印度已經被人打死了很久了 還要去到九千里路的印、日本 你還要 跟老美說整個QUAD 太好了 印度的英文 澳洲的英文 日本的英文 加上美國人講英文 我都不知道它怎麽溝通 是不是 印度說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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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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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咦咦咦咦咦咦咦� María Surah 其實日本 你看一下這次G7 有一個鏡頭拍了出來 當那些金毛都坐在那裡 突然間岸田文雄後面有一個日本女子翻譯的 嗯 所以日本人的英文不厲害 但是那些翻譯是超級第一流的 嗯 所以呢 在這個G7開完會之後 日本呢 如果你跟那些印度人 澳洲人 講完一堆英文呢 日本的兵溝通不到呢 打什麼鬼啊 軍演什麼鬼啊 軍演 你說他拿了船啊 人啊出來 你相信他三成好了 連合成功的那些軍演成功呢 你相信他三成就算了 嗯 所以嚇就嚇到人而已 美國什麼都說我拉幫傑派 我很厲害的 我很厲害的 不要走過來欺負我 其實他約都不得可了 嗯 我也覺得是 這個是一定的 所以我們看到的時候其實不用太擔心 但是印度的時候 我們就當他一個 加拿大弟弟 加拿大弟弟多壞啊 放北溪 放北溪一號 被歐洲 你兩隻死人在那裡造反 又在大哥後面在那裡搞包鎮 加拿大弟弟是誰 加拿大的弟弟是誰 加拿大弟弟是誰 加拿大 加拿大 美國的弟弟 哦 美國的弟弟 哈 又不聽大哥說了 又在那裡出小動作 不 不對的了 但是你知道開完G7之後 你就知道原來 表面就坐滿一台 後面打到打死 大家都猜到 所以 老美有多成功 在這些小動作裡 就觀察到他 真的死得很慘 北溪一號 其實有一個情況 就是俄羅斯用維修的理由 關閉了北溪一號的天然氣管 令到德國就極度擔心 我們也知道 扎尼斯基 不讓現在的德國大師 再做下去 換人 其實現在俄羅斯 通過波羅的海的天然氣管道 北溪一號 已經停止了公氣十天 北溪一號 OK 十天 都幾糟糕 現在而已 大衛sir 現在而已 我當年 我在德國 我在柏林 冬天二月 那時候是柏林拍展的 一出去 又要戴冷帽 其實冷帽 好 魚寒衣物 事小 不是穿一條褲那麼簡單 是要穿兩條褲的 嗯 如果不是那些冷氣會浸進來的 你覺得 嗯 所以我也懷疑 11月尾 我又去過柏林 都已經又濕又冷 因為它會下雨 11月尾 是 那你冷和下雨 哇 那些濕凍是要命的 所以它們沒有這些能源燒 是很慘的 還有最諷刺的 去年自從 麥克爾 那個女子 女總理下了台 就是 退休了 那這個上了屋台 那就是六黨 嗯 六黨就進去了國會 還有是 主要的領導人 是 它上個月 就是它說 好 我們要點回煤炭 去開煤發電 多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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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知道 他們怎樣去面對自己 我真的完全不明白 我自己感覺到 有一件事是非常嚴峻的 是因為現在 進退兩難 我的題目都會寫進退兩難 現在世界局勢 你怎樣走呢 其實現在就是盡量 令到自己國家 不要跌落 衰退的陷阱裡面 而由衰退變成蕭條 那就很嚴重了 接下來的世界 其實 現在大家都很害怕 不是怕衰退 衰退 短時間而已 都可以搞定 最怕是蕭條 你一蕭條 就死得人多了 我們看到 1920年代的 美國 其實 經濟大蕭條 經濟大蕭條 那一刻是挺慘的 我們 當時我們都出了聯憶心 看到當時的警方 朝不保晚 很多家庭都不夠吃 沒錯 其實真的不要讓這件事發生 我們不是想美國死 但是美國做得太多 自從第一、第二次大戰冒起之後 做了那些陰則事 才會令人天無人怨 對 這是最大的問題 其實我們全世界都是一家人 我欣賞我們中國的人類命運動 同體 還有你看到大國博弈之間 其實是互相傷害對方的民族 但是我們國家其實是民族共融 每個民族保留自己的特色 維吾爾族、里藏族、蒙古族、朝鮮族 其實都是一樣的 那遲下跟大家去講一講 日本人的軍國主義 中國文明 羅馬文明 沒錯 中國文明、羅馬文明、印度文明 現在就是中國 昨天習主席又說 羅馬文明 有一個地方在展覽羅馬文明 在中國 所以現在是 文明古國是大家用他們的語言通話著的 美國就沒有份的了 200多年歷史 說什麼文明呢 是不是說 所以 印度的文明 和中國的文明有什麼分別呢 你就是說 約了講一講 中國的文明在五千年來講 是融和了五十幾個民族 印度的文明到現在都還是 有四個總性 就是說他們是 不懂得去包容的 學你那句 又懂得包容又懂得感恩的中國 對不對 是的 但是日本是一直都想做的 我很想和大家講一講日本 因為最近看了一篇文章 是很值得大家反思的 為什麼中國人應該要防住日本 是一個很有啟發性的 就是我們現在都是要去思考這件事 所以的時候 我們對於印度那裏 我們就看看它怎麼亂 以及怎樣面對世界局勢的轉變 這個是一定的 歐洲都亂了 很可憐 那時候莫迪和安倍晉三很友善 沒錯 因為高鐵也是靠安倍晉三的 印度 現在連十公里都沒有出來 幾年了 是啊 五百多公里長的 那你應該沒辦法了 連他都分析了 因為最近看到很多資料 有關日本的事 安倍晉三的問題 以及世界上高 看著時事的變化 我們都看到很多的資訊問題 大家都是時候去看看 究竟會怎樣 當然我們的資料不是那麼多 但是你去看到一些情況 似乎我們感覺到 世界真的不安穩 現在 你看看一件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張照片 一張照片就是工人倒走牛奶 這張照片 曾經在1910年時候的 美國都有發生過這樣的事 因為你只是運輸 牛奶產量太多 所以你寧願把牛奶倒掉 你也不要讓市場價是崩跌 沒有億人 沒有億人 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大家都應該看得到福祥 但是這些浪費糧食的工作 或者事情 其實是令到我們很執務 糧食可以這樣浪費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結果呢 在1910年代的時候 那件事發生不久 那美國就經濟大蕭條 所有在股市裏面的錢 所有在股市裏面的錢 都全部消失了 槓桿那些 甚至是輸到你這輩子都還不到 大家看到當年的時候 很多人在高樓大廈跳下來 很多很多 你現在在玩的時候 我不是唱衰美鼓 而是真的有很多財經的評論員 去說回現在世界的整個局勢 令到大家已經知道 衰退已經是進行中的了 然後會怎樣呢 只可以避免 是不是進入 真正的經濟大蕭條 或者經濟整個崩潰 如果經濟崩潰的話 當年美國怎樣去振興 其實就是靠戰爭 發動戰爭 令到國內的工人可以開工 但是現在 大家可不可能在美國看好工廠呢 其實是困難的 美國會不會成為一個很大的農業出口國 其實美國已經是 如果他懂得運用的時候 他的土地中的種植 就可以供給全世界使用 但是現在是沒有的 還有人民的思考 那個享樂慣了 你看看當年的紀錄片 美國人的身形 和現在美國人的身形 你叫他去工廠做事 叫他擔擔擔擔擔 做不到的了 沒有可能的 這個是難的 這個可能性是相對來說比較低的 我自己覺得 是啊 所以美國人 你的美國兵也好 美國普通市民也好 你叫他重新去擔擺 他住慣大屋開慣車 一車就車到大摩那裡賣東西的 你現在叫他回頭 有沒有可能啊 你自問自己 你現在住慣這個 從小屋搬大屋之後 你叫他再搬回到小屋 那些東西丟到哪裏 這樣是不是 不行的了 回不到回頭 對 沒錯 我估計回不到回頭 就是以人性的角度來看 是不是 那今天 很長了 對不起 不會不會 很開心 那今天的結論就是 其實很簡單 大家小心一點 印度有機會是 繼斯里蘭卡之後的 另外一個雷豬 是啊 是要有一點打算的 要多看世界發生的事 是自救來的 是一個自救的形式 沒錯 沒錯 這個絕對是需要的 大家不要掉以輕心 總之這一輪 只有S先生 Y姐姐 其實都是跟大家說 小心點 小心點 是啊 環境沒有大家想得那麼理想 這段時間 積穀房機 錢就不是那麼容易賺的 握就很快被人握了 沒錯 所以大家小心點 運作上高 大家簡單 清晰 明瞭 總之到苦日子 然後等待好日子 逐漸逐漸過來 好嗎 好嗎 方為人上人 好 謝謝Y姐姐 OK 拜拜 下次見 拜拜 各位 拜拜